我們現在要進行來嘴的模型列印 在進行列印前我們就要先到我們的印表機設定中 右上角這個印表機設定 然後去檢查我們的一個噴嘴 第二個頁面中的噴嘴 我們這次使用的一個噴嘴大概是0.4mm的一個直徑 我們就檢查 它預設值就是0.4 因此我們檢查完確定沒有錯之後我們按下OK 確定了這個鍵 接著我們要將我們奶嘴的一個參數匯入到我們的軟體裡面 我們直接在切片軟體 選擇切片軟體 它有一個 設定切片的這個按鈕 我們點擊進去 然後它有一個匯入的這個按鈕 進去之後我們就選擇我們的一個 奶嘴的參數 這邊我們是用英文 來去做命名的 選擇完之後 我們將它開啟 開啟之後你會發現我們原來的數值 列印的這個數值 跟我們原來預測不一樣 這是我們改過的一個參數 經過我們測試 它比較適合 奶嘴列印的一個參數 那這邊呢我們將我們所修改的一個參數 去做一個 簡單的一個介紹 那我們修改的部分呢就是我們的一個 列印的 這個部分 速度與品質 介面的這個列印 這個呢最主要是 它整體的一個列印速度 那我們設定 它 最慢 就是1 那最快是15 那再來呢就是 第二項 快速進擊的一個速度 這個部分呢就是 噴頭在進行空跑的時候 它的一個速度 那我們為了減少 它的一個列印時間 以及它列印的時候 減少牽絲的現象 那我們就將 空跑的這個速度 就是快速進擊的這個速度 設定為 50 那就最慢最快都把它設定成50 那剩下的部分呢都是牽涉到 一個它列印的一個速度 然後因此我們就是 以最上面這個列印的這個整體的這個速度 為主 所以我們剩下列印的這個速度的這個部分 它這邊包含了 起始成 外邊緣、內邊緣、填充和表面填充 都包含在這個整體列印速度 所以我們就是將 它的一個速度 統一設定為 最慢為1 那最快為15 的一個速度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進入到我們的一個 結構的頁面 那結構頁面的第一個部分 就是它的一個填充項目 那第一個類別的這個部分 那它的一個外殼厚度 那經過我們的測試呢 0.8mm 列印出來是比較合適的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我們就先填 0.8mm 那另外呢 它的一個上下蓋的這個厚度部分 因為我們為了要避免它呢 外觀上面會有破洞的一個情況 所以呢 我們就是調成0.4mm 那填充重疊的部分 我們設定為 5% 5% 那是因為我們可以避免它 低層 線條與線條之間呢 產生空隙 那接著呢 它的一個 填充的一個形式呢 我們 設定為 線段 最主要是因為我們整體的這個 結構的一個考量 這邊才把它設定成線段 那支撐的部分呢 它的一個 支撐類型 跟它的一個 第三個支撐密度的部分 這兩個呢我們為了 方便拆除我們的這個支撐材 所以我們 支撐類型我們選擇是網格 那 支撐的一個密度 我們就把它調低一點 調成25 25% 25% 那它的懸空的一個角度 懸空角度 是我們調成為40度 那以確保我們的一個支撐的一個 固固性 那 下面的 兩個類別呢 分別是 裙邊 側裙的部分 還有沾板的部分 那因為我們的 矽膠材料的這個特性 所以我們 不需要弄到 裙邊側裙 還有沾板 所以我們的參數都設為0 那接著在我們的 起初的這個頁面 那這邊呢我們只需要 將我們的一個 回抽時Z軸 抬起 修改為 0.2mm 再把我們的這個 勾懸啟用回抽功能 這個回抽功能勾懸 那其他的一個參數呢 我們就以預設值的一個 部分為主 那列印的這個部分 我們說明完畢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來 說明 材料的速率 那材料速率的話呢 這邊我們也是使用我們的一個 參數 也是要按匯錄的功能 那去搜尋我們的一個材料的一個速率 的一個參數 按開啟 那這邊我們的一個材料速率和我們的一個支撐材的一個速度 色違一樣的 都是以 80% 為主 整個說明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按 Finish 那接著呢我們就看到我們的這個列印參數設定 還有這個矽膠設定 那 第一個部分 列印設定呢 我們就是要去選 選擇我們剛剛列印的一個參數 那我們剛剛的一個叫做 奶嘴 Pasify的這個檔案 那接著呢 我們去選擇我們的一個支撐類型 這個是由床台接觸面支撐 去選擇這個 那速度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 設定為 15 填充比率 我們這邊把它設定為 80 那矽膠 設定的它這個第一個流量 流量就是我們剛剛匯入的那個材料速率的部分的參數 那我們就選擇 剛剛的 Pasify的這個 0.4NZ 80%的這個 參數 那這邊 料夾的部分 要選擇 選擇雙翼的 LSR 那在我們的這個列印設定呢 選擇完 還有這個我們的材料設定選擇完成之後 那我們現在就把我們的奶嘴模型的G-code 揮入到我們的軟體裡面 那直接 在這個 讀取的這個按鈕 按下去 那之後呢 我們就是 會去選擇 我們奶嘴的一個檔案裡面的G-code 那如果你發現檔案裡面呢 沒有一個符合你的G-code的部分 那麻煩一下 這邊幫我去選一下 剛開始的選擇 是STL 那我們把它選擇成G-code 那這樣子選擇完它G-code就跑出來了 那我們點選G-code之後 我們直接按開啟 那開啟的時候它會跑一陣子 那我們就等它 將檔案讀取進來 那檔案讀取進來之後呢 那這時候我們就直接按列印預覽中的一個 開始列印 就可以進行我們列印的動作 在那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